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萌萌或E萌萌 今天這個3月聯盟戰2階段舞王的出步道 在出步道中呢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聯盟的打法還有陣容 主要都是比較偷懶的打法跟AUTO這個樣子 那首先呢這個是法隊的部分嘛 我在前面幾部影片有提到說法隊主要是我拿來打舞王的方式嘛 我們自己的聯盟都是用法隊在打舞王的 那畫面上面的這個陣容是我目前測起來穩定度比較高成功率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露娜會幫可可蘿補到TP 那可可蘿補血次數就會比較多一點讓全隊達到比較好的穩定性這個樣子 那露娜的部分呢345星應該都是可以的我使用的RANK是R14這樣子 那這個陣容呢你如果運氣比較差的話你傷害也可以打個530540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運氣好一點的話全AUTO就有機會來到600多萬的傷害啦 那這個上下線應該都還可以再往上跟往下 因為我測試的場數不算是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就自己再體會看看 那再來呢我要介紹幾個其他的法道陣容喔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一個陣容 那這個陣容呢應該也是有蠻多人使用的 包括我今天自己打舞王也是使用這一個陣容的 那這個陣容呢他有幾個問題喔 問題在於說他沒有露娜的那一個陣容穩定 因為可可蘿沒有被補TP嘛補血次數比較小一點 那全AUTO來說的話呢翻車的機率稍微高了這麼一點點啦 主要是在萬聖鏡華的部分 萬聖鏡華有的時候會提早倒 其實露娜那個陣容萬聖鏡華也會倒 可是他萬聖鏡華倒的時間夠晚 所以他不會很大幅度的影響到傷害 但這個陣容有可能在萬聖鏡華很早很早就倒 那傷害就會落在400萬左右 那如果萬聖鏡華沒有很早倒 他有撐到比較後面甚至是撐完全場的話 你的傷害應該可以落在550到580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一個陣容呢大家也是可以考慮使用看看的 如果你沒有露娜這個角色也沒有辦法租的話 好 那再來呢還有另外一個法隊是比較神奇一點的 我個人比較沒有這麼推薦大家使用這個法隊喔 就是這個在月初的時候呢 介紹這個日版的陣容可以打550的這個法隊 那這個法隊呢他也是全AUTO 全AUTO下去打 然後就可以打530到570左右的傷害 但是他翻車的機率莫名的高 就是 獅子花有的時候會倒 打10場我大概有5場會倒獅子花 那獅子花倒了就 就沒有戲唱了就 不用玩了這個樣子 那這個倒獅子花其實稍微有一點 神奇啦 那這一個比較神奇的點呢 我們就留到這個物理隊的時候 我再一併講這個神奇的點 好 那再來呢我要講一下物理隊的部分喔 當然有的時候呢你會逼不得已 只能在這個武王出物理隊的時候嘛 畢竟呢 每一個聯盟都是有末班車的存在嘛 那這個物理隊呢就是有備無患這樣子 那畫面上面的這個物理隊是我目前測起來比較輕鬆的情況下 傷害可以打比較高的陣容 那這個陣容呢主要是你就是AUTO開著 然後在1分02秒03秒左右的時候 可可蘿會做一次前衝喔 在那個前衝之前要記得把AUTO關掉 然後用手動方式讓可可蘿卡在前面 那只要呢你把可可蘿卡在前面有成功卡到的情況下呢 那這個陣容就幾乎不會有翻車的可能性喔他就是穩定性還蠻高的這樣子 好 那後面的角色呢當然破防的部分最好是雙躍嘛雙躍我測起來破防量是比較好的 因為蝎子呢他有技能會消除自己身上的debuff 所以屬於UB破防的踴躍在這個地方就是比克總的表現還要來得好一點點 那到三階段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使用嘛 趁現在二階段的時候趕快用一下 趁他還不會召喚小怪的時候 那後面的部分想要使用併礁應該也是可以的 但是併礁的話呢就幾乎要全手動才有辦法 因為併礁的妄想的時機 老實講很難在後面的地方對上啦 我這邊選擇比較輕鬆的方式用母一米這個樣子 那可可蘿卡前就是做這個坦克的位置啦 因為武王的這個普攻呢就是夾下去的傷害其實 還是蠻痛的 那我這邊主要是要講一下普攻的部分 就是剛剛我講到有一點神奇的地方 就他這個普攻好像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傷害有一種會特別高的感覺 就是大概在這個30秒40秒左右的時候 他會有一下下來然後傷害特別的高 的感覺啦 因為這種狀況我就是 遇到的時候沒錄影 然後錄影的時候遇不到這個樣子 所以沒有錄影可以去一陣一陣慢慢看的話 也不知道實際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也花了一個多小時 一兩個小時在錄這個東西啦 然後反正我開錄影的時候他其實都不會出現 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是抓下去然後傷害特別痛 然後導致四字化直接倒 或是可可蘿直接倒的狀況 出現在這個物理隊 然後還有我剛剛最後介紹那個泳裝老師的法隊上面 是有一點神奇偶爾會遇到這樣子的狀況啦 那 這種東西偶爾會遇到在正式戰就是有一定的風險的 那大家在使用這個陣容的時候就是要把這個風險考量進去 所以他有可能會有一下特別痛的傷害 有點像是爆擊那樣子的感覺 直接把你的坦克角色給抓死 好 那這個可可蘿的部分呢如果你是前面的法隊的話 那兩隊法隊的話可可蘿的話 應該十二十三是有機會可以扛得住的 那如果你要使用這個物理隊的話就是推薦使用R14之4 就是不穿左邊跟左上 的可可蘿來打 因為如果你沒有到14的話呢 是真的會有一點軟啦 倒的機率還蠻大的 14的血線都已經還蠻危險的了 好 那這邊呢跟大家介紹一下武王 我自己雷盟裡面目前的打法啦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親這個武王這樣子 那最後呢還是再來宣傳一下 我的聯盟的聯盟戰計劃呢 就是不會有手動刀的影片 目前的手動刀呢都是在Discord的地方 才有可能會發佈 如果有手動刀的話 就會發在Discord這個樣子 那這些初步的陣容呢 在Discord那邊也會有先一步的發佈 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你比較趕著要知道這些資訊的話 可以加一下Discord的群組 連結呢在資訊欄的地方 好 那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來 Cathédlings